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人一个拉杆箱 直接拉着走就行了 那么论坛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现在也要去收入室来进行一个信号的收入 开幕式结束后呢 我就要和文字记者一起去采访熊茂主席 我现在呢就要去布置一下这个采访的现场 在季报港间接的进程中 海南不断会广大的华商企业家提供了合机的应会正切 议许主席半个小时的专访呢已经顺利结束了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对于此次采访的感受吧 许容茂先生主要是为华商如何参与海南自茂港的建设提了一些建议 比如说呢他就提醒华商可以关注旅游康养之类的 发展前景的行业 作为乔务新闻口的记者呢 最近几天我比较关注的还是华商方面的一些议题 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关注华商相关的资讯 为大家带来华商最新的一些消息 除了上午的开幕式 这几天国安年会上的各大分论坛也同样精彩 大大小小的分论坛上都充满着记者们的身影 我们希望用底和镜头记录下海南的腾飞中国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